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回到Iso求職新思路 今集是第二集 我們又請Ramon Jerny 跟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質量管理的原則 其實這一個原則究竟是在說什麼 好的 謝謝Kevin 首先我們了解一下質量管理 有什麼地方要留意 其實這麼多年來 Iso對於質量管理 就訂立了兩個模式 一個大家可能在坊間也聽得多 就是Pan-Do-Check-Act 這是幾個很出名的模式 第二個模式就是Process Model 過程模式 由這兩個模式演變出 現在我們在Iso標準裡所見到的八個 Management Principle 我們在講這些原則之前 我們逐個模式做一個簡介 我們看看Pan-Do-Check-Act的模式 Pan-Do-Check-Act其實分開四部分去看 Plan是計劃 如果一般人問Plan是甚麼 究竟計劃是甚麼 計劃就是兩個問題 即是What to do 你會做些甚麼 第二個問題就會問How to do 你會怎樣做 當你解決到這兩個問題 其實你是在做Plan的工作 Plan好之後很多人都說 跟著Plan做是對的 Do what you plan 不知後果是按不按照你原先 所計劃的事發生 所以必須要一個步驟 我們叫Check Check其實是想知道 究竟事情是否按你所計劃 達到水準 這樣才叫Check Check檢查有兩個後果 一個後果是正面的 檢查出來後果是達到結果 當然是恭喜你 但Check檢查有另一個後果 就是負面一點 就是達不到後果 即是有些是瑕疵 這些瑕疵你要改善 都只能夠是瑕疵 對不對 所以當你檢查完之後 找到一些負面一點的地方 或者叫Defect 你要處理它 你找一個原因去解決它 這些行為我們叫Act Act就是一些行為去 improve next time 改善 下一次的改善 我們再看下去 ISO究竟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我們看看它的Process Model Process Model 大家都聽過 就是指 只要我們有些東西 input 放進一個Process 就自然會有一個Output 這個Output 很多人的說法 就是一個Product 或者Service 其實這樣已經是Process Model 不就很簡單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年都會說 一些叫做Quality的概念 其實在ISO的Process Model 裡面 它就從Product那裡著手 Product其實就是 你經過一番功夫 做了一些東西 才會產生Product 如果這個Product 最終不是你想要的結果 那是不是很浪費 於是從這個方向去想 我們要做到一個Process 最終的結果 Product是我想要的結果 Design結果 Design outcome Design result 其實就是在考驗 你的Process 究竟是否有效 我們說Quality的Aim 就是要拿這個Design result 如果我們要有這樣的結果 是不是隨便可以呢 大家都想到 如果做一件事 你不理它不檢查它的話 是不是每次都做得這麼好呢 答案就很明顯不是的 所以如果你要達到Design result 你避免不到 要檢查和測試 不斷要一些檢測功夫 才可以告訴你 我們最終達到一個我想要的結果 於是在圖的下面 你會見到 檢查和測試 是無時無刻都要更盡的 要不然你便脫了 脫漏了 那你便去不到這個效果 這個是必然 你再想回一間公司 它其實要行好一個Process 或者想產生一個好的產品 它沒有資源會不會做得到呢 從這個方面想 你便說 資源是否要從一開始 就擺到Process才會運作呢 這個是對的 所以在Process模式 你會見到Include Resources資源 沒有資源放下去 你便有心無力 你便去不到一個有效的結果 接著便會問 一間公司有很多Process 每個人做這個Process 可能都有參差 如果阿甲做到這個後果 阿玉未必做到 那怎樣使得阿甲、阿玉、阿炳 都可以做到這個後果呢 於是我們便考慮阿甲、阿玉、阿炳 是否三個都是這麼有能力 我們經常說competent 能力這件事很難說 有些人能力強 有些人能力弱 有些人能力弱 我們要照顧的 不是照顧能力強那個 我照顧能力弱那個 也能做到能力強的效果 為之理想 於是我們便開始想 可否有些具體的方法寫出來 或者能力弱那個位 寫到它最終都能做到這個效果呢 當你這樣想的話 就等於你開始寫一些程序 程序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些具體的方法去運作一個過程 使得它達到最終一個結果 是我想要的 這個就是Quality Procedure 再講深入一些 一間機構 達到一個effective quality的結果 再進步是怎樣進步呢 就是考慮那個效率 Efficiency Efficiency是甚麼呢 就是你擺多少資源去達到同樣這樣的效果 同樣一個產品擺在甲這間公司 是用很多資源才能做到的 擺在月這間公司 用少部份資源才能做到的 你可以衡量哪間公司的效率高 是甲還是月呢 當你這樣衡量的時候 拿這個比率 這個測量就叫Efficiency 就是效率了 從這兩樣東西 我們再引伸下去 究竟管理要講質量 有些甚麼要留意呢 我們有八個大原則 我們再下去看看 你有沒有想過 你如果提供一些產品或服務 你的對象是誰呢 對象應該都是顧客 沒錯 顧客是你的對象 你想做到一些服務或產品 是給顧客一個欣賞 顧客欣賞你 即是說 他會繼續用你的服務 或者賣你的產品 顧客要用你服務或買產品 在買那一刻 他通常都能夠說出 他想要些甚麼 這些我們通常叫做 Stated Requirements 顧客Current Requirements 就很明顯 如果顧客跟你簽一個合約 合約寫的條款 Specification Condition 就是他的要求 你要滿足顧客 一些即時要求 很容易就跟合約做得 但顧客下次會不會光顧你呢 他不會在買那一刻告訴你 對嗎 所以這樣 所以很多人都希望 能夠跟顧客 保持一個緊密的關係 所以這樣才有未來的生意 未來的生意 不是建基於你滿足了多少 合約的要求 是建基於你跟顧客的關係 顧客對你的關係好 其實他預期你做得事 預期你做的事更好 能夠滿足到日後的需要 他才會繼續找你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 Future Expectation 當你想一個質量的時候 想Current的need以外 要想顧客日後的期望在哪裏 如果你連他的日後期望都掌握到 顧客和你的關係就會穩固 這樣是一種好的 容易掌握的概念 第二個就是 假如你跟顧客有一個好的關係 有生意 但公司內部資源配合不到 這個生意最終是否運作 可能持續不到 持續不到 沒錯 所以我們第二個要想的 就是公司要持續到 運作到 那是否要員工協力才可以做到 所以第二件事我們要想 公司裏面有沒有一個領導方向 員工最怕公司沒有方向 因為公司沒有方向的話 就變成做起事上來 是沒有目的 萬無目的地做事是很辛苦的 所以凡是公司的領導層 就應該想公司怎樣使到 員工有一個內在環境 他很舒服去尋求他工作的目標 這種說法就叫做領導層 有了這個工作環境 內在環境使得他可以尋求他的目標 這個是起步了 那你怎樣能夠知道 你的員工是否用心用力去幫你 是嗎 我們很多時候說到是 是 我們要鼓勵員工去做好一件事 其實這是一種 一間公司避免不到有人 但人存在不代表他的能力幫助公司 我們經常強調鼓勵員工 其實是想鼓勵每個員工的想法 以及他追尋目標 對公司的目標是一致的 那怎樣鼓勵員工可以 可以多些 將他的能力用出來幫到公司 那是否需要有些獎勵 獎勵之中 有些甚麼是最直接最現成 你會想到的呢 如果要公司獎勵員工最直接 當然是錢是最好的 沒錯 錢沒錯是最好的 但在公司的立場看 錢不可以無限量地供出去 是嗎 所以必須要在錢以外 想一些方法去鼓勵員工 員工受到鼓勵 除了錢還有很多方法 工作滿足感 升職 升職 或者是給一些有挑戰性的工作 你又做到 最重要是學到東西 一個人出來打工 其實不想成勢做在某個位 但如果你不裝備自己 不學更多的東西 你怎樣能夠升職呢 是嗎 裝備自己是需要一些培訓的機會 所以公司要鼓勵員工 使他參與 就會多些去想 可否給一些培訓 給一些有能力的員工 這件事做得多的話 員工自然是對公司期望提高了 亦都落力了 在滿足公司的目標來說 是否又邁進一步 其實這個概念 都要僱員僱主 雙方都要參與 沒錯 還有僱主其實都要投放資源 沒錯 僱主要投放資源 僱員要投放他的時間 亦都要很清楚知道他所學 是幫助他的職業 對雙方都有利 即是雙方都要投放資源 沒錯 僱主又時間又錢 僱員又要去參與 亦都要投放他的時間下去 沒錯 這一個程度才能行到 對的 好了 當僱員肯投放他的時間 和他的能力做到一些事 然後你便可以帶出一個 剛才所說的模式 process approach 你可以跟僱員簡單說 你現在能力強了 你又幫到公司 但你自己對所做的事 有沒有一個設計的想法 即是你對自己的工作 有沒有一個期望 如果你問一個人 對自己做的事沒有期望 他做的事就基本上 是可以隨意的 對不對 如果他做的事是隨意 即是幫公司做的事是隨意 那公司未必達到 最後一個理想的結果 對不對 對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 你是不是很需要 就加上他 你做事是需要有期望 對 對 對不對 如果這樣 你面對一個員工 你跟他講公司有些期望 那個期望 在ISO的術語是叫什麼呢 ISO術語就叫目標 如果一個期望 是長遠達不到的話 對員工來說 就未必是一種鼓勵 你有沒有試過一些經驗 就說公司定了一個目標 高到你 根本無可能達到的 你會不會做呢 可能未必應付到 未必應付到 對 因為我們應付不到的事 有兩個做法 一是盡力 找人幫忙 又或者放棄 是 如果公司定了一些目標 定了一個高 對員工來說 有部份員工可能會盡力去做 希望做到 但有部份員工覺得 沒有可能做到 就不如不做 是吧 如果這個定得不好 就在製作者裏 你去不到設定的效果 好 所以說我們定立一些目標 就必須要可行的 而又可量度的 才可以鼓勵到員工 真是去達到目標 如果定得過高過低 都是不好的 都是不是屬於管理層 想要的那個後果的 那我們怎樣可以定一個目標 去到管理層想要的後果呢 有甚麼秘訣呢 你有沒有想過呢 其實是誰定的呢 這些目標 沒錯 目標其實 雖然表面上是領導層定的 但領導層定的目標之前 是通過一連串的溝通的 領導層不斷跟下屬有些會議溝通 大家覺得舒服了 目標是可行的 才定下來的話 是否總是有機會達到 因為最終要一些員工去行 沒錯 所以我們在領導層定一些 目標或設計 這個所謂的期望結果 是需要員工認同的 即是從一開始大家都認同 這是可行 有機會達到的 那就盡力去做 如果定一個目標 員工是完全不知道的 或者認為是沒有能力做到的 他只有剛才那兩個可能性 要不就找人幫忙 要不就不做 要不就完全不做 當然大家不想見到之後的結果 都希望很暢順地做下去 如果這個行程行得好之後 那我們之後是繼續怎樣 好了 行程行得好 只不過告訴你 在公司某些行程做得很好 不代表全公司做得很好 我們常就說公司工作要有系統 系統化 systematical這個字 其實真是來自Pan Do Check Act那四個字 我們沒有把握每次都做得100%對 但我們Pan Do Check之後 是告訴我們有哪些不對 所以我們管理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 下次有機會改善 由一個Pan Do Check Act的流程 公司永遠都會找到一些做得不足的地方 流動的地方是加以改善 所以質量管理也強調另一個 比較多人說的名詞就是持續改善 因為你有機會不斷審視一些做得不足的地方 你就有機會改善到公司的流動 在這方面我們就會帶出 就是之後一個Pan Do Check Act 就是持續改善 持續改善這個名詞其實是有意思的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一間公司打工 你欣不希望公司會倒閉? 當然不希望 沒錯 持續改善其實首先先決條件 就是公司要能夠持續運作 先去談改善 如果公司要持續運作 要有些循環的行業繼續回復的話 公司是否需要一些員工不停支持? 是 絕對是 沒錯 亦都需要員工知道一些弱點不停改善 這件事對公司來說是否先決條件? 會是 因為如果員工不去跟你這樣協調 你是不可能再生存 對 只得老闆說是 員工無權參與 那個行業都可能很快都做完 沒錯 所以他們經常說 繼續改善是一個永遠都對的 公司的政策 其實這個規則也好看僱主自己怎麼看 對的 因為有些僱主也好一面倒是 要他自己說了事 是 其實他便用不到這個原則 如果僱主一面倒 他自己說了事 你從一個角度看 他的預算結果 就是他自己一廂成員的結果 並非是他僱員預算的結果 對嗎 由一間機構 不是僱主代表了 有僱員 即是他的設計結果 不能夠代表整個機構 所以他做出來的結果 就不能夠救得到這個機構 大公司可能會看得著重些 即有時可能真的 僱員真的有機會 不滿意都會走出來 可能抗議 遊行都試過 這些更大的機構 即是這些可能是出現的外景 只不過是你滿不滿意 你想不想見到的 沒錯 所以有這些勤迫 遊行或不滿意的地方 其實暗示公司有些瑕疵 毛病 要正視 正視毛病時 正正正用系統的方法 即是我們計劃都要檢查 要行動 都是檢查 知道有問題 有小毛病要否出來 你不處理它 不會改善它 你下一次便再防出來 持續這樣做下去 計劃都檢查那條鏈 會否斷了 管理那條鏈斷了 持續改善 然後達到你理想的目標 還有一個地方是可以減少大家的誤會 和是減少在ologic帶 於是ISO出了第七個規則 就是實際接觸 僱主很多時候決定一些東西 不是一廂情願 自己認為是對的 他決定一些東西 是基於一些有意思的資訊 才去決定 這樣的話有甚麼好處呢 第一 他跟僱員解釋 他那個決策的方向是有個基礎 就不是被人覺得是一個強權擠壓 第二 他有這些資訊基礎去決定一些東西 尤其是決定一些目標 僱員知道其實公司有這個基礎 所以才擺一個這樣的目標 這個挑戰就是可行 如果你缺乏了這些資訊 僱員會覺得這是你一廂情願 不是一個我需要達到的目標 這樣便產生很多不必要的矛盾 明白 實際接觸有另一個好處 就是如果你這些資訊做得好 你的顧客會否知道呢 我便沒有甚麼想過這方面 你可以透過甚麼渠道去知道呢 如果這樣呢 其實顧客呢 他用得你的服務 或者用得你的產品 他不多不少都會接觸到你的員工 或者你的服務 對 比較前線的員工 他做起事上來沒有一個邏輯 沒有一個系統 那你顧客自然想到這間公司 會否那些資訊是亂七八糟的呢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我們要炒一些記錄 顧客想知道一些資料 你員工炒一餐都找不到給他 他會有甚麼感覺呢 這間公司都不是很可行的 就算不是很可行的 起碼他在資料處理方面便很弱 顧客一般都是這樣想的 顧客是很雪亮的 其實呢 如果你這些方面做得好 這些分析做得好 員工跟住做 一來輕鬆 二來顧客看到你員工做事的邏輯 對公司都是有好處的 其實公司在很多範疇裏面 都要給很多資源去培訓一些員工 才做到這些效果 沒錯 所以公司不斷會想一些 新的技術或新的資源 給員工去用的 你去到一間機構 有沒有見到機構完全沒有電腦裝置呢 沒有啦 有沒有見到這些員工完全沒有上課 都不會的 不會的 這些已經是起碼 管理層也知道了 資訊是重要的 科技是重要的 這件事也是幫助他 這是一個基礎 就是員工跟僱主之間協調 如果員工是不了解怎樣做事 那是不會做得好 除了這方面 我們又想到另一個sector 有沒有一間機構 是可以完全一條龍做這麼多服務的呢 都很少 有都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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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 如果你要完成一個項目 或者生產一個產品 你是由一些供應商 或者承建商幫助你 既然你需要有些派對幫助你 即是你不是獨力能夠完成一行事 這個情況就叫做互相依賴 是 有沒有聽過市場上有一個說話 就是Win-Win situation 我聽過很多 是 是 怎樣叫Win-Win呢 雙贏呢 如果站在你的立場 即站在你安排供應商幫助你 你的Win其實是想賺錢 賺到一些好的服務 但對方的Win是甚麼意思 你有沒有想過 未必一定是錢的 可能客戶 或者口碑 都可以是 沒錯 對方又可能要你給多些賺賞 即是口碑 客戶他做得好 希望他多些生意 其實簡單來說 你的供應商 你的承建商 都想跟你繼續生意 是 如果對方又想跟你繼續生意 你又想賺到錢 又想他幫到你手 你給些鼓勵未必是很昂貴 這樣的情況 就叫Win-Win 大家都得到益 大家都有些價值 之所以這樣才會建立關係 當客戶跟你結立關係的模式 其實跟你跟供應商的關係 其實都是差不多 有沒有聽過 倫敦這個詞文 有 你當然希望跟你客戶有倫敦 如果他覺得你倫敦的話 他有很多生意給你做 是 是 同樣道理 你的承托人 或者你的承托人 跟你有個貴重 他都期望 你有甚麼生意都給他 那你是不是要看著他 你是不是要監管他好些 但監管好些之外 要他樂意 這種行為 就落入在 相互利益 相互利益 但相互利益 都可以放在顧客上 沒錯 所以這個原理 又回到客戶 你怎樣跟客戶 保持一個相互利益 你不停給到好東西的客戶 他會欣賞你 欣賞你之餘 就會跟你建立關係 建立關係 他碰到難題 他便自然想起你 想起你便給你生意做 不需要下下通過 即投標過程 價低者得便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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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和你第一次接觸了 你和其他 其他的承托供應商 都是差不多實力 為何要選擇你 當然是選擇一個便宜價少少 但當你有些東西 能夠分別於 一些普通的承托 普通的供應商 有一些難題 他曾經碰過 你便能解決到 他未必在這些場合 找到第三者 幫他解決到 這些情況 他一考慮的時候 考慮聽到的 承數便不同了 是否自然偏幫你多些 這個時候你的成數便高 其實這件事便叫做 但有夥伴關係 大家不想一起壞 就唯有一齊好 所以這八個原理 看上去是獨立 但又是環環相扣 即是一個循環 沒錯 對應剛才我們那些 Pan2 Check Act 又是好似一個循環 沒錯 其實我聽了好似乍眼 聽上去有三樣東西 有一個模特兒 叫做Pan2 Check Act 沒錯 即是經常簡稱PDCA 另外又有一個叫做Process Model 還有剛才說 有八個質量管理的概念 我就想問一下 這三樣東西 怎樣可以應用到呢 首先我們說Pan2 Check Act 我做任何一件事之前 就問一下自己 其實我跟著會做甚麼 即是What to do 當你知道自己做事 要做些甚麼 你列下一個名單 即是我們看回第一個 沒錯 有一個名單 你列下一個名單 那你就想 當我要真的做事 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夠不夠資願去做 去做完成它 第二樣 要想的就是 我夠不夠時間去完成它 即是這兩個是大原則 大原則來的 當這兩樣東西 隨便一樣是缺乏的話 你是不是已經在拒絕 你不可能完成 是吧 所以在Process Model Input 我會考慮一個資源 資源 資源除了是人力物力 就是時間 資源 夠不夠時間完成它 這就是What to do 你要做些甚麼 好了 起碼你這個問題 你解決到 才有心機去想 How to do 是 對嗎 好 當你What to do 解決你就想 How to do How to do 的時候你就想 除非你一個人做完 不是要找人幫忙 找人幫忙 對方是否必然幫忙 不一定 不一定 要對方真的幫你忙 有些甚麼先決條件 要對方也有能力去做 沒錯 你要考慮對方有能力做 還有呢 又是時間 還有呢 夠不夠資源 還有呢 都是這麼多 對方不樂意做 對方可以推你 對方可以推你 所以就去回 人們 如果對方不樂意做 你也是做不到 對嗎 都是要對方參與 對方參與 對方參與 對方參與之前 是要見到你的目標 他才會參與 對方做事 當然要看到個案 目標 是 對 即是太長遠 好像做極的做不完 沒錯 就未必樂意參與 沒錯 跌回去 我們剛才的八個理論 裏面的 人們的負責任 沒錯 人們的負責任 其實我們經常說的 目標 是 如何鼓勵員工做事 是 是 讓你鼓勵他做事 你會看到他的 案件在哪裏 做到哪裏為之可以 完 那是否去到一個 製作模特兒 去到製作模特兒 告訴你 你的設計是甚麼 其實幾個模特兒 都是交替應用的 沒錯 所以 變成很欺負人 究竟我怎樣用得熟不熟 所以 在用這些模特兒之前 先用Plan to check Act 問自己兩個問題 你跟著會做甚麼 以及怎樣做 如果有些事你不能夠 完全一手一腳做完 就要考慮你 要鼓勵到人幫你做 鼓勵人幫你做 你必然要給到你想要的結果 你的項目也給人 你沒有拘捕別人 都怎樣幫你 是 這就是 要決 Plan的要決 可以嗎 好了 Plan的要決做到之後 都簡單 在Process Model裡面 我們有一個叫做 Procedure 如果你找人幫你做 你又知道他有能力做 唯一你就不知道他做事是否參差 對嗎 是 他可以做事事好事壞 是吧 如果你有這個擔心 你就說 不如你跟某個程序 切切跟這個程序去做 就不會是好事壞 這個叫做 Procedure 做 如果你不想每次有不同的結果 最好有 Procedure 同意嗎 同意 好 做了出來 他自己都不肯定 是否百分之百可以 對 對 是否我們有一班人幫你檢查 檢查的用意是甚麼 就是究竟我擺了很多資源 做了那麼多資源 關了時間 做不做到效果 這樣才叫值得檢查 檢查另一個術語就是 檢查和測測 即是Postive Model底的部分 底的部分 有一班人幫你檢查 你怎知道他檢查了 對 未必可以檢查 所以要看追溯性 追溯性 追溯性 為了要有些東西追溯得到 他便要做些報告 有些檢查 有些記錄 起碼告訴你 我做了這件事 即是我可以跟得上 這件事 可以跟得上 所以ISO 因此演變 達出一些記錄 如果你沒有東西跟得上 對方可以說 我檢查了 那你說出些甚麼 他可能都會多說笑 但如果有記錄的話 記錄是很實在的 記錄的用意是說 告訴你 在甚麼時間 誰人幫你做了甚麼 這叫做記錄 即是記錄的部分 都是跌落去 Pan to check 這個範疇裏面 沒錯 在check的範疇裏面的追溯性 分分鐘便要靠記錄 其實記錄是整個模特兒 這些原則裏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當然 check這個環節 如果沒有了記錄 你便可以說信不過 尤其是我們說 第七個範疇裏面 就是我們做的決定 是基於有意思的資訊 所謂有意思的資訊 就是檢查出來的記錄 記錄才告訴你做得好不好 才告訴你 你怎樣決定這些事 為之適合與錯 如果你完全沒有記錄 就回到頭 是by guest feeling 做些事便不得 consistent 其實在check這個環節裏面 管理人員便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絕對是 所以凡是做check的 通常都是一群中間管理人員 你留意有一間公司 負責check的 都很少是前置 都是中間那一層 就是這樣 在整個模特兒裏面 老闆佔哪個位置 老闆多數在計劃的位置 在計劃的位置 因為很多時候要做些事 多數人會問你老闆 你想做些甚麼生意 你想的生意去到幾大規模 是否what to do how to do 是 老闆不能夠做這麼多事 所以老闆不能夠 檢查這麼細緻 所以他一定委派一些 中間那一層的管理層 幫他檢查 但老闆見到中間那一層 檢查了些東西給他 他不是招在手 還有一字叫做act 為何我們有一字叫做act 檢查有個很自然的結果 有正負面 沒錯 檢查到正面 老闆會很開心 檢查到有負面 老闆也不想這些負面的東西作惡化 對 如果檢查到一些負面的東西 不想惡化 唯有正面面對這些毛病 這個時候 他便要找這些毛病在哪裡發生 要怎樣改善 再決策 怎樣使得下一個巡漫 做得更好 這個act其實是幫助老闆 在下一回合的計劃裡做得更仔細 更加是效果 其實在act的部分裏面 除了老闆之外 應該都有幾多人的參與 沒錯 為甚麼呢 act要更改善 除了做決策的人 執行決策的人都要聽 因為他起碼知道錯在哪裡 聽政策制定那個 要有些甚麼再改善 他都要執行 所以act是牽涉很多中層和高層的觀念 我其實都未是很明白 怎樣令到這三個模特兒 有沒有分後次序 怎樣去應用 還是誰先誰行後 有沒有這樣分法 其實說用 日常經常用 會是plan to check act 因為不論你在公司哪個位置 你每天做事 你都要問自己 plan 自己做甚麼 和怎樣做 對哪個員工哪個位置都適合 是嗎 好 Do 就是要問自己 我們能不能夠 consistent 做出一個效果 如果不能夠 你可以問公司 是否有一套 procedure 是可以跟進的 是 是 如果你是中間層次的管理 你要負責做一些 檢查的記錄出來 是嗎 act就是 視乎你檢查出來記錄 有沒有改善的需要 是嗎 plan to check act 是日常經常用的一個模特兒 但是經常用的模特兒之中 你要留意下一個模特兒 究竟你做這麽多事 是為什麽呢 你是否有個目標 是 究竟我日常做這麽多事 能否去到我想要的目標 或公司想要的目標 公司想要的目標 就是objective 是 如果你發現 續極都不到的 有什麽原因 可能 方向錯了 是 資源擺不夠 是 或者人力那方面 根本未達標去做那件事 沒錯 或者其他原因 是的 如果你剛才所說 這些原因是發生的 那是否要溝通 是 所以ISO的標準裏面 就很強調有溝通 溝通回到管理層 管理層才去 再調配資源 除了這件事之外 還有什麽影響到你做得好嗎 訓練 是的 還有管理方面可以加強 沒錯 即是給一些 可能真的有些 incentive 給員工 令他起勁些 可能做到那件事 沒錯 可以在 incentive 考慮 亦都可以在 training 考慮 是 Train 考慮 很多公司都會忽略 為什麽呢 當公司一直發展下去 他發覺原先的員工 不夠能力去處理 新發展項目 這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聘請員工那時 不是你有新發展項目 是有固有的項目 當你有新發展項目 他不認識 很大機會是不認識的 這時候要運出他不認識的 是什麽 要給他一些賠償 是 所以在 ISO的標準 亦都提到 訓練領培訓的需要 培訓的需要 培訓的需要 是一種檢查 是 如果你不跟員工 有些溝通 他不一定會告訴你 他不認識哪些東西 亦都有一件事 很考慮你的技巧 你不認識一件事 會否主動跟別人說 都未必 很多人都未必會這樣說 沒錯 第一 員工不會直接跟你說他不認識 是 第二 問那個人都問得很難 是 是 通常公司怎樣使得 他知道哪些地方員工是不認識的呢 會不會是透過 這個我真的想不到 怎麽考慮到呢 這裏呢 就 可以看到 其中一個基因 就是 他可以在這些項目裏面 就 擺一些資深的 擺一些 擺一些 是 要他們在一個 團隊裏面 一齊都有 進入的 有參與的 是 當在一個這樣的項目裏面 有些失漏 那些失漏的地方 就是不認識的地方 只不過員工不是很樂意告訴你 我明白了 即是說 我擺一個資深的 和一個 可能真的剛剛出來做事的 是 同事一起做事 是 大家都要他一起做 變成 然後呢 就在整個項目裏面走出來 那個結果 就反映到一些東西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結果裏面 就見到 可能這個員工是培訓不足 需要再去接受一些培訓 去做 去顯示到出來 沒錯 所以很多人以為 訓練員 就直接問員工 有什麽訓練的需要 其實是 必百分之百 你在這個項目裏面 運作中 他不認識的地方 就很快發出來了 反而這個實際 我去問一下 有哪個員工想讀什麽 就變成 絕對是 你都發覺很多公司 安排一些員工 去處理一個項目 是兩類人都有的 有些資深的 有些是FAS的 其實想試一下 FAS那班 是有什麽地方是不懂的 其實除了做一些項目 可以參與康間活動 都可能反映出來 這方面的事 沒錯 其實有些公司是想 鼓勵員工多學習 就會參加坊間活動 坊間活動 有很多軟性的技巧 就會防出來了 尤其是領導才能 管理技巧 就有些坊間活動 其實這類型的培訓 培訓 培訓有很多方面的培訓 當然這類型的培訓是有的 甚至去到這些很細緻 很特別的項目 都有這些標準 培訓可以做的 如果譬如我是一個可能 正是剛剛讀完書出來的人 其實我可能真的去修讀一個 培訓的這些課程 我去學了這幾個原則 那八個原則 其實對於我 幫不幫到一間公司的發展 首先看這些原則 和這兩個模特兒 是屬於一個 特別的模特兒 還是經理的模特兒 這個模特兒 是通用的 經理的 用在各行各業都對的 正如我問一個學員 你在自己的行業裏 是初上班也好 那你想上班學些甚麼 做些甚麼 怎樣學呢 其實都是計劃 是 其實你開始你的行業 進入一間機構 你要計劃你日後的職業 其實你想學些甚麼 你定了一個名單 好 好 接著你怎樣達到 你所目標的性格 譬如你想幾年之後 去到甚麼位置 去到甚麼社會地位 這個How to do 就是講你怎樣 製造你自己 包括做好些 培訓多些 即學習多些 學習多些 在哪方面加強 是 當這些做了規劃 你做的時候 便很輕鬆 即我跟著我時間表 會做事 對 有些時候 製餘的事 就不太順利 你要檢查 當你檢查 為甚麼你的製餘 會不順利 就有好幾個原因 是 很多時候 人對事 就很少這些事情 是這麼不順利 人對人 就有很多 conflict 是 你檢討的時候 便會發現 很多人對人的事 出來了 行動很容易 你改善你的朋友關係 便會有人提拔你 是的 即是一樣 應用到在人生裏面 沒錯 工作上 希望大家可以學到這個 Pan do check act 可能改善到工作 亦都幫到管理層 是的 其實如果我這樣的話 我找到甚麼課程 或者坊間 會不會有甚麼資料 我去圖書館 會找到這些東西 如果你說 即隨便走到圖書館 去找這些坊間課程 可以機會是零 是 坊間不會有那麼多機構去教這些 我們機構很樂意 是幫一些年輕人 去掌握這些管理原則 以及學這些ISO的標準 我們公司 就不停都會搞這些 培訓班 培訓課程 亦都將會跟一些 學父包括明愛 包括白本 搞一些管理班 明白 是 我們今天 其實就 多謝Raymond 講了質量管理的原則給我們 今集其實我們都去到這裏 管理原則各方面 我們希望下一集 大家都會繼續留意 我們下一集就會講回 系統管理的模式 好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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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